國際新聞怎麼會關心香港的疫情 香港的疫情現在是真正的 第二次是將公司新增到八千七百九十八例 而且還有五十人失望 為了要做到疫情繼續談 香港對將開始是以風車通行政 民眾如果要去餐廳吃飯 一定要跟以風車住下正名 而且要稍微連坐 還有一些公共中所 慶祝是住院 百會公司遭到市場 也都隨時會挑戰 拿秋節來的疫苗通行政QR Call 騷通過 再當進入餐廳用餐 香港只是頭一天開始實施疫苗通行政 民眾要進入餐廳用餐和健身房運動 都要用安心出現的實驗節調罵 還要獻秋節來的疫苗通行政 疫苗通行政因為我本身有打疫苗 其實我都是簡單加回那個app裡 其實我沒有什麼影響都在做 現在規定 宗教定署上 北會公司超齊定都列入標烈的出手 雖然不必主動提出證明 但是有時是隨先集 方便監責 選不選擇去用這件事 我覺得是一個自由來的 你不可以逼人家用 甚至即使我不打疫苗 其實我都應該可以去吃東西 所以我一定會選擇外賣 這陣子都是外賣多的 少了人 因為都不想聚集 其實通不通行政 我想現在真的未必是這個問題 因為疫情這麼嚴峻的話 大家都不想黏在一起 這個措施也適用所謂學校 不過學生小孩不在販罪範圍 只是香港日市通報 新增加八千七百九十八例 又創下兩年完以來的新冠 希望五十例一樣創紀錄 希望案例當中 只有一個人已經煮過兩隻疫苗 兩個人只煮過一隻疫苗 另外四十幾的人 不能煮過疫苗 公司新聞 定位人變異